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羅永生 曾卓怡 和你細數古今中來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 朴正希 獨裁統治 1961年5月16日 朴正希發動軍事政變 推翻張緬內閣 至1963年12月 朴正希更透過選舉 當上大韓民國第五屆總統 韓國歷史 進入了長達18年的朴正希統治時期 在這段期間裡 韓國在經濟方面 採取高成長的發展策略 但是政治方面 則走進朴正希個人獨裁的路線 自1963年當選總統之後 朴正希逐步擴張其個人政治權力 包括1972年大肆修憲 修改過後 憲法就是所謂的維新憲法 靠著這部憲法 朴正希在那一年和1978年順利當選總統 1975年5月13日 朴正希發佈總統緊急命令第九號 禁止任何人批評維新憲法和總統的施政措施 這部命令頒布之後 朴正希鞏固政權的工作大功告成 在朴正希穩固個人政治權力的措施之中 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維新憲法的制定 這部憲法實際上是保障朴正希終身總統的地位 另外這部憲法更加壓制立法權 而使總統的權力膨脹到無法復家的地步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反對黨不斷抗議 要求廢止這一部惡法 古今風雲人物有和大家見面 我是羅英先生 我是曾祥賢 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說朴正希 對話 上次說到 在1965年韓日關係正常化之後 雖然日本用很多灰色地帶 來逃避了責任問題 但實際上 韓國是帶了很多錢落袋 並且我們知道 當韓國和日本簽了 所謂關係正常化的條約之後 對整個韓國的國際地位大為提高 據了解當時的紀錄 當這個棘手的問題解決之後 朴正希成功提高了 韓國在亞洲以全世界的外交地位 從1964年往後的幾年之間 朴正希曾經多次出訪歐美的國家 譬如他曾經在1964年訪問西德 1965年再次訪美 而西德的總理 美國的總統也都回訪韓國 這是相當難得提高了韓國在國際舞台的活躍性 不僅如此 外交提升也帶來更多商業的活動和後續 據記了去德國、去美國 韓國也獲得很多商業的援助以及商業貸款 亞洲地方方面 朴正希也都大大提升了整個南韓和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據記了在60年代初年曾經走訪過一系列的東南亞國家 先後也都派了幾萬的軍人去南越 當時越南協助越南的政府抵禦來自北面的越共的來犯 也都訪問了馬來西、泰國、台灣 甚至和台灣的蔣介石總統稱兄道弟那樣的 受到台灣方面很高規格的一個接待 我們說其實當時朴正希是頂了很多壓力 你努力實踐所謂的日韓建交的情況 但是我們說當時確實反對者是比較多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那種果效出來的時候 韓國人民就開始漸漸認識到 其實當年朴正希的決定 就是和韓日關係正常化的決定 似乎有些前瞻性 所以後來我們看到七八十年代之後 一些活了韓國政壇的政治人物 寫胡一六的時候 譬如金大宗、金泳三大人寫胡一六的時候 他都說其實在60年代初年 有不少反對黨的領袖 其實心底裏面都是不反對這個日韓建交 認為覺得對國家好利 但是為了選票 為了要凝聚反對力量 他們口裡面是要反對 但是心裡覺得 簽約是比不簽約好的 實際上是 面對著現實政治 誰當權誰被人罵 這部棋誰行 最好抽印 剛才我們說到 朴正希去過一次西德出房 當時大家知道 冷戰時期 德國是分著東西兩邊 其實和韓國的境遇 有少少接近 當時其實西德 為何會去西德出房 其實有一個歷史原因 因為當時西德有相當大規模的 韓國的勞工在那裏工作 上午我們說到 日韓建交的時候 韓國賺了一筆 其實韓國當時採取另一個策略 就是出產勞工 當時西德主要有兩批人 是大量工作的 一批就是抗工 韓國抗工很出名 在德國就專門做最黑苦的工作 當時有人這樣寫 當時韓國自己這樣寫 就是德國人在礦場外面喝啤酒 原來他們的韓國工人就去礦場 大家都去礦工 但是德國礦工就在上面喝啤酒 大家可以想像 他們是做了最艱苦的工作 當時也死了不少的人 另外有一批 很大批的勞工就是護士 當時韓國的女人 西德做一些護士 做一些救助的工作 當然這些不是人道的東西 這是勞工 就是賺錢 是賺外匯的一個過程 當中也有一些 因為病 有些傷亡 還有一些悲慘的遭遇 當時的韓國總統 抗禮他們兩個去的時候 在西德正常感動落淚 就是說你們很慘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過程 他們很慘 但是繼續這樣做 一直延續了十幾年 這個勞工的過程 另外又講到那個越戰 越戰又是 你會見到 美國圍堵著這個共產國家的 所謂第一島鏈 就是一條韓國一數下去 菲律賓一直數下去 其實韓國在這條島鏈上非常活躍 越南當時 大家都可能知道越戰的背景 和美國一步一步深入參戰 大家都知道 越戰就是美國為主導去打 但當然種種的盟軍去幫忙 或者部隊去幫忙 大家要記住的數字 就是韓國派出的軍隊 比美國之外其他所有的參戰國都多 就是說韓國是最主力幫美國出兵的一個人 那為什麼薄正希這麼激烈的出兵呢 我去估算 其實他眼見韓戰的時候 日本是因為這次戰爭發了一個大錯 韓國這次吃越戰就吃到盡量 就是簡單說 他派了很多的軍隊去 中間有得人民的損失 但是軍隊是找了很多的外匯 第二就是說 軍需品 韓國這次接了很多的頂端 還有很多的韓國的工業 直接是可以去到越南那裡 即時去種種的幫助協助 也都找到很多的外匯 那這些簡單說 你會見到當時沒有辦法 你想想韓國什麼都沒有 直接的人 那簡單就是輸出了西德也好 輸出了越南也好 其實是拿大家的人命 血淚去換回他們的經濟發展 那這個是起點 是的 換了外匯 所以其實朴正希透過民選上台之後 其實他的政績是很輝煌的 於是令到他就開始延伸了 自己這個國家真真正經是當家做主 在他掌權之下 韓國有一種所謂的特非萬全 所以用今次國內的自我感覺 想用當時良好 希望自己可以繼續統治下去 但是實際上 當時的憲法規定 總統只能連任一任而已 那如果六四年上台 就是四年一任 那到六八年再算多一間 不能玩 所以實際上 我們也看到後來的發展 朴正希為了要延長的統治 實際上他做了十八年長統 其實已經打破了所有的規例 所以也引到一個救病後世世家 說他走向一個獨裁的路線 我們下面怎麼看他走去獨裁 實際上他第一次總統 就在1964年上台 那69年就成功所謂的連任第二任 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憲法規定只能連任一任 就是他做完這一屆就沒有做八年而已 於是朴正認為 只有自己才挽救到韓國 所以他想了很多辦法 希望延續自己的統治 於是他用了最重要的就是修改憲法 希望打破了總統連任一任的規定 無限期連任 最令人救病的就是在1971年 他頒布了一個所謂的維新憲法 這個維新憲法就是後來 我們說金泳三、金大宗等等反對黨 是用了十幾年的時間來 努力推翻這個維新憲法 這次也會跟大家說 古今風雲人物之朴正希 主持羅永生、曾卓宜 在1971年的總統大選當中 雖然朴正希能夠成功連任 但他背後的民主共和黨 是輸了給新民黨 金大宗雖然贏不到總統選舉 但是在國會當中 金大宗領導的新民黨 竟然佔了89席 朴正希的民主共和黨 只是113席 你想想朴正希的管治能耐這麼強大的時候 都是只有新民黨、反對黨 不到30席那麼多 所以令到朴正希響起警惠 覺得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隨時透過選舉自己沒有運行 執政黨沒有運行 於是大感不安 為了延續自己以至執政黨的權力 想辦法來逃空這個政府 就是當時頒布了 後來千夫所指的維新憲法出來 這個維新憲法規定了什麼呢? 規定了很特別的 他說要成立一個新的機構 什麼機構呢?很特別的 這個機構叫做統一主體國民會議 就成為一個選舉總統的組織 有選舉的代議員 代議員大概有多有少 兩千多到五千多都有 代議員就用來推舉選總統 這個所謂的統一主體國民會議 成立了之後 就換句話說 歷史開道車了 朴正希透過控制這個機構 將原本是直選的總統 開道車變成了間選總統 只要朴正希能夠控制到 這些代議員的任命 那就搞定了 確實歷史也是這樣 我們看到代議員 雖然有不同的方法選舉 或者一人一票選代議員出來 但是那個所謂代議員的資格 是由總統規定的 總統規定就是 我想哪些人適合的 才可以有資格選 哪些人不適合就沒有資格選 實際上就是成為民主共和黨 操控總統選舉的機器 而國會相對的權力 就被大大下降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維新協法就是規定總統 香港是任期是由四年改來六年 並且可以無限期練陰 哇 不是為國正希 所謂度身扔作 為誰扔作 我都想不到 所以這兩點成為 後來反對黨十幾年前副後繼 大力聲討的一個罪行 我們看到民主戲一場 這一台戲很噁心 本來直選又變成半間選的狀態 挺慘的 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這一期的官方文明 比較深入講韓國的時候 你記得韓國其實它本身 就有一些所謂的地方不同的意見 記得以前有三國鼎立的時期 他們本身每一個當時的道 他們的地區行政裏面 其實都有不少所謂的鐵票 他們本身就是有一些基礎的觀念 和理念的不同 加上當時的總理 記得張綿 張綿落一頭之後 他們很強的宗教背景 天主教背景的一班 那一批所謂的民主體系的人士 其實一直都存在 沒有被消滅的 沒有被消失 所以這些力量都會成為一個持續長期 反對朴正希的一個力量 這些力量 其實他們內部的做法 比較接近 沒有所謂的民主與共產 沒有這些意識形態的部分 更加多是他們的基礎上 本身就是兩班不同的人 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追居住地 兩班人的爭議 但是你必須要面對這個韓國的政治現實 所以朴正希用這個方法去面對 我們如果用一個他的角度 不是用一個民主的角度 用他的角度來講 他有那個必要性 因為他的政策的推動 正在進行中 他覺得是不可以停步的 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他有很多小的事情做過 前幾集我們都講過 其實公務員的改動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他大幅地幫公務員加薪 在未拿到很多經濟的援助 未打開越戰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做 你想想公務員在改變加薪了之後 第一他貪污少了 第二他效率高了之後 幫韓國這個基礎做得很大 以及公務員都是票 公務員的穩定 公務員對政府的支持之下 他的政府的穩定性已經是有一定的提高 第二就是說 朴正希對於很多經濟的選擇推動 之前我們在澳洲討論什麼色度有違 究竟是否干預經濟 朴正希是極度干預的 他覺得國家應該走什麼工業 玩什麼他都要下手做 如果大家知道 現在的總統是朴槿惠 朴槿惠是讀什麼出身 讀電子出身 你想想韓國今時今日最強的是什麼 最強就是電子 大家記得最多顆星的手機 所以他們這些工廠為什麼那麼強 就是因為朴槿惠很熟悉這些東西 而朴槿惠為什麼那麼熟悉這些東西 因為他爸爸 小時候叫他讀這些東西出身 你想想 你有多好總統的女兒會讀電子 這個東西本身 你會見到這個朴正希他滿腦子 就真是為國家想起一個方向 一個走向 然後那個女兒就去做這些東西 他覺得韓國是應該發展這些東西 而當時的對手 就是剛才我們劉韻生講到的 例如去台灣出房的時候 台灣當時的電子剛剛起飛 這些就是中間就是很多很微妙的 半是出房半是 看看你究竟虛實如何 大家怎麼去決鬥 就是一些這樣的背景 據記者當朴正希 運用他的權力 修改了提出這個維新憲法之後 果然在1972年和1978年 是順利當選總統的 並且因為這個維新憲法規定 總統可以永遠的連任 所以當時人們都說 朴正希是為了自己做終身總統 而度身訂造這樣的憲法 所以這個維新憲法 成為當時的反對黨民眾 批評這樣的焦點 那麼朴正希也都使出一招來 鎮壓這些反對性 就是在1975年5月13日 他頒本了 用今天覺得惡名超張的 韓國總統緊急命令第九號 什麼第九號呢 是什麼呢 就是禁止任何人批評維新憲法 還有禁止批評總統的任何措施 如果一旦批評 不用經審訊就可以抓人風暴了 所以這個也都成為 後來金大宗、金命三的反對派領袖 被所謂的羅刺罪名 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因為違反了總統緊急命令第九號 你批評維新憲法 批評總統的施政 抓你坐牢 軟禁你 甚至什麼呢 他可以做出警 那麼所以這兩個維新憲法 總統緊急命令第九號 就成為往後十幾年 可以是朝鮮朝野鬥爭的一個焦點 是啊 我們說很多不少的政治領袖 真的很英明 但很多英明的政治領袖 不同年代看起來好像不同人 簡單說 三十年代的毛澤東 我覺得他是神來的 真是不得頂 譬如我們看五六十年代的 朴正希都是很厲害的 英明厲害的 真是不利 但他們七十年代的朴正希 或者七十年代朴正希 或者七十年代朴正希 北韓發生什麼事呢 北韓就面對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整天都會笑北韓 或者笑朝鮮 他們有一些很低能的東西 即是我們真的叫低能 譬如他們會拜一座東西叫做主體思想塔 他們會拜一座很高的塔 叫主體思想塔 大家就拜 很多人都是笑的 說他們笑的 他們是傻的 怎麼會拜一座東西 但這個東西有需要去解釋 其實是什麼來的 什麼叫主體思想呢 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第一 當時的北韓 朝鮮就是靠中國和蘇聯的協助 沒得選擇 就是兩個國家 大家如果知道歷史的發展 中國和蘇聯是吵架 他們越僵越炒越大惡 而越戰的時候 南韓就幫忙很順利 但是越戰其實就是中蘇交互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說 當時中國就說 你越共不要再聽蘇聯說 我給你支助理 簡單說就是這樣 那蘇聯當然不行 而中間就爭了很多東西 而北韓就面對了這樣的問題 究竟蘇聯還幫不幫北韓 蘇聯幫不韓 中國就不幫 中國幫北韓 蘇聯又不幫 兩邊就變了退 蘇聯又退 然後中國和韓國又吵架 在60年代後 就是文革時期 大家就說你是修正主義 你修正是修正 大家就說對方不對 大家就說對方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 簡單說就是 中國和北韓又吵架了 蘇聯和北韓基本上沒有計談 這個時候怎樣呢 北韓就說 我們不靠人 我們要靠自己 主體思想 就是這樣誕生 這個主體思想的基礎就是 我們要走一個自己國家的路 不靠別人 而他認為當時的南韓 就是朴正希 你是靠美國 靠日本 一般瘋來起家的 這些人是不對的 現在我講到北韓這個主體之上 就是你會見到 朴正希和金日成金正日 他們的選擇就是兩個選擇 就是朴正希的選擇就是 簡單說 我要迎接了現代世界 和美國、日本和平 中間受到很多人民壓力壓低他 而朝鮮就面對著另一個困局 他說他沒有辦法有人幫忙 他越來越孤立 結果走向了一條閉關鎖的道路 你會見到其實 在70年代 越來越明顯 看到兩邊就刺少比獎 究竟我們要再回頭再看 究竟為什麼在70年代 朴正希夠膽 一意孤行 要將自己成為 終身總統 不理民意的反對 頒布這個維新憲法 和總統緊急命令第九號呢? 他當然是覺得自己有正職 受到人民支持才行 其實確實如此 我們看到 從60年代上台之後 到70年代初期 韓國是將來做 所謂的經濟奇蹟的發展階段 就是韓國人現在都 遵遵落到所謂的 看光經濟奇蹟 這個就是能夠促使到 朴正希敢於 無天那大不毀 修改憲法 為自己尋求終身總統 一個這樣的憑直 去認為 因為有看光奇蹟 這個經濟奇蹟 令到整個國家 脫貧不單止 暴向經濟強國 所以我的政策是正確的 我做事是 是不可以質疑的 於是我們 強行通過 這個剛才說的 維新憲法 和總統緊急命令第九號 那究竟內容是怎樣呢? 不如留下星期說好嗎? 好啊 再見 再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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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